不只是加工食品 生鮮的海虾价格也跟着调涨 包括了海草虾 海白虾以及剑虾 每公斤的拍卖价比呢 去年同期的时候是上涨2到3成 下一件东石鱼市场表示 以往渔民说母虎黑马好 现在变成母虎黑马好 主要原因是跟着鱼业资源 日益枯竭有关 尤其是野生草虾数量稀少 鱼市场每天拍卖量往往不到10公斤 每公斤价格从1200元飙到了1500元 居海白虾涨得更多 每公斤从600块钱涨到800块钱 涨幅超过了三成